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青盟君 最近古装传奇大剧《燕云台》都有追吧 经常饰演的耶律贤凭借高颜值和温柔性格劝粉不少 所以在原著中耶律贤是怎样的呢 会和电视剧中的一样吗 今天我们就来具体介绍一下 在历史和原著中 耶律贤是辽世宗次子 次随时父母死于火神殿之乱 只留他被人所救 不过也因此落起了病根 辽世宗死后耶律贤的唐叔辽木宗继位 随着耶律贤逐渐长大 周围也聚集了一批拥戴他的文武大臣 他自己也在暗中谋划着夺回复位 耶律贤21岁时 辽木宗被侍从杀死 在契丹和汉族大臣们的拥戴下 耶律贤登上了帝位 尊号天赞皇帝 改年号为宝宁 视为辽景宗 即位后的辽景宗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他对政敌采取宽容政策 缓和了统治上层的矛盾 任用贤臣良将 虚心纳贱求智 环三清励至宽简的刑法 汉族官员被大量重用 就开始了辽景宗时期 由于对汉官的重用 极大的促进了政权机构的进步和工作效率 也促进了契丹的封建化 使得大辽重新总向强盛 耶律贤也成功成为了 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 耶律贤政治军事能力都不错 但因为小时候那场事故 耶律贤一直体落多病 后期的耶律贤虽然在位 但基本上是皇后萧燕燕在代替他 成为大辽政治军事的参与者 因为身体根部上耶律贤外出狩猎时 死于现在山西省大同市的行宫 享年35岁 本来是一代贤君 生命却如此短暂 也是非常可惜了 好了 今天的人物介绍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